很多的司机要来声援这位被殴打的灵性司机 计程车职业工会的干部在下午特别到了日本在台交流协会来递交抗议事务 他们表示虽然不想让这样单纯的事件变成外交问题 但他们很不满的是 日本方面这几天只关心有机龙辉的法律问题 但对于被害的问奖却是不文不问 他们要求日方应该要道歉 甚至是也说如果过去有一些司机曾经被Makio欺负的 叫他们赶紧站出来 这个协会也会帮助他们来一起要求赔偿 高举抗议事务来到日本在台交流协会 针对Makio和有机龙辉酒后的脱续行为 特别是机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 今天集体站出来声援受伤的灵性问奖 要尊相 要尊严 要尊严 工会集体发出声明 虽然不愿让整起事件牵扯进台日的友好关系 但他们不满日本在台交流协会 连日来只关心有机轮回在台的法律问题 却从来没有向联系司机或国人道歉 另外工会也希望借由整起事件提醒政府 法律交通宣导不应由司机来执行 最后针对Makio曾经上节目自爆 过去常喝醉酒不付钱 工会也希望这些驾驶员能够出面 将协助他们求偿 日方自由派出代表接下抗议书 小航问奖集体发出怒吼 伤害已成事实 付出社会成本的背后 只希望大家都能学到教训